非得互费的早餐 我是南家龙 因为108年12月26号 星期四耶诞节过了 那行见近日也过了 到了这个时候呢 大概剩下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跨年了 2019年就结束了 所以大家呢 开始到了这个岁末年终的总整理的时候 今天星期四的时间 通常星期四的时段呢 我只做两件事 要不然就跟教育有关 节奏部分的时候都谈教育 有的时候呢 做一些人物的访谈 不过今天呢 我出卖我自己 把我呢卖给了杜鱼头 在我们现场的杜鱼头 大家好 鱼头呢 当然在非得早餐听众们 大家对他熟悉度都很高了 老朋友特别是喜欢书的 喜欢阅读的 大家对杜鱼头呢 大概都很熟 傅月安 好 那但是呢 鱼头呢 这个时候来 对我来讲呢 我要出卖自己之二 其实在节目上面啊 这么长时间非得早餐 除了义卖活动以外 我们不卖任何东西 但是呢 为了杜鱼头 以及沈云冲 我真是荣幸 帮他们呢 帮他们两个人 他们每年 今年第四年 对不对 今年第四年 卖一些的真本的 古籍 主要主要是书 主要是书 真本的古籍 或者是真本的印刷品 大概都有可能的 在这个拍卖会上出现 是 那这个拍卖会呢 叫做 往年叫做春风四游 对 但是今年改了一个字叫 清风四游 为什么改呢 为什么改 前面三年都叫做春风四游啊 对 我们虽然是办了世界 但是其实 只有三年 因为今年我们年初已经来过 已经来一次了 现在年底了又来一次了 一年办了两次 就跟有点像是那种的 那种的 那种的书富比的 那种春拍跟秋 秋拍的 春拍跟东拍的 其实这一次是插花插进来的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 那个敦南成平 他要熄灯了 这其实对我们这一代来讲 那可是一个非常大 很重要的一个地标 很重要的一个集体记忆 城市记忆 他最重要的是 是台北城的 具有国际意象的一个 属于台北品味的 一个文化的mark 它是一个 我们记忆里面的话 最重要的一个书店 1990年代 那时候进去成品书店 那还得了 那进去的话 出来的话 你就感觉就不一样 对 就觉得有点 度了精的感觉 精神上面呢 受到了洗礼 那个时代的成品 或者我想我们 像我们这种 这种年代的人 或者我们这种的 这种生活态度的人 大概我们都有半夜 进成品的经验 对不对 24小时的 然后他那个是 香港的游客 是游览车 是开到门口 然后就在那边 就在那边逛的 而且成品的话 它是整个一代人的记忆 整个90年代的话 我记印象最深刻的是 90年代台湾还有 还有舞厅 舞厅 我有时候晚上 晚舞结束之后 据说 最厉害的是 那些 那些那个 舞小姐们 他们是把逛成品当作是 他们下班之后 很重要的一件事 突然间 一夜结合 去那边的话 他也觉得 他是另外一种 一种时尚 所以成品 他很了不起的地方 他是创造了一个 生活的形态 就台北的 lifestyle 就被人家觉得说 跟成品的话息息相关了 可是 敦来成品要洗灯了 朱约到齐了 一言再言 明年五月就要结束了 朱约 你想最近台北 他要改建 你光这一年 台北的那种的 属于我们时代记忆的餐厅 饭店 就关了三四十家 很多 包括像是永福楼 六福皇宫 对不对 这都属于我们 我们这时代的记忆 当然六福皇宫 可能度于头比较常去 我很想去 我没有去 离我这样不远 我常常经过 对 他就会 你就觉得好像 整个的时代的那种的记忆 就被洗掉了 被掏空的感觉 那你讲成品 成品的消失 成品敦来 他成品没有消失 但是成品店 成品系统 其实他在过去的 过去的五年十年 其实他已经收了很多店了 但是他也开了 他现在的整个的经营方向 我觉得不一样 他往国际了 苏州成品 最重要的是东京成品 对 他在往国就好 但是对啦 固然你从一个台湾人 华人的角度来讲 看到我们的文化地标 他像是像顶太风一样 可以到海外去开分店 成为大家在当地的大城市 认识台湾文化的一个地标 感觉他们也有点予有荣烟 可是毕竟在台湾 敦南的成品 毕竟是他的旗舰店 是他的你可以说他的创始店 是 这个地标的时候要消失 那个感觉实在是很复杂 就真的是很复杂 所以那个成品的朋友就来找我 找我说 那我们应该要办一个 办一系列的活动 要去送敦南成品 OK 跟他送别 那问我说我有什么意见 我说可以做一件事 我问他说你们知不知道 你们成品以前卖过旧素 他说我们成品怎么会卖旧素 我说1992年的时候 成品是有一个古书区的 他们卖古书了 那就在敦南成品那边 他们有一区叫古书 我还去那边逛过买过 而且他们办过古书拍卖 台湾真正战后的第一次 然后全部都是卖古书的拍卖 是在1992年就在成品办的 而且他们办了世界 办了世界之后 实在是他们是走在时代的前端 那时候的台北非常有钱 可是还不能够接受 古书当古董来卖 结果就办到1996年就结束了 台北的话就再也没有古书拍卖了 那一直要到2010年之后 那时候中国大陆经济也起来了 然后渐渐的华人这边 华人地区的话可以了 台北可以了 又有古书拍卖 当然中国大陆那边也有在进行就是了 所以我说为了要纪念这个 吴敬有先生的那个先行者 我觉得我们来拜一次吧 那就叫清风四游吧 就纪念吴清友的拍卖会 对也纪念那个敦南成品 好那今年的拍卖是哪一天 今年的拍卖是29号 12月29号 对就礼拜天了 那三天之后 我们节目播就三天之后 节目播明天就预展了 那很赶 后天预展 然后礼拜天就拍卖了 我还以为还点酝酿起好 OK那我们就言归正传 来那所以这个清风四游台北古书拍卖会 2019年年底的东拍会 因为陈炳的书店 要即将陈炳敦南馆要打烊的关系 OK 办了这个特别的拍卖会 那每一年你们都会有一些的主力的拍卖品 今年的春拍的时候你们拍了 一个摇篮本 拍了500万有吧 有超过 那个比去年成长了多少 成长大概翻了一番吧 很可怕 有翻了 很可怕 这这俨然是 俨然是杜鱼头跟陈炳中的第二春 也没有啦 因为做这种有事的话 老而无功啊 你光看这一本图录啊 你要印图录 你要去整合 要去增见 那是非常繁琐的 对啦 不过他刚开始是慢的 慢慢的 慢慢品牌 有了品牌 跟信赖度之后 那有了规格之后 有规格才会有规模 那规模的慢慢才会进来 好吧 重点是说 今年 今年既然是家印厂 就是春春拍已经拍过了 家印厂 那你们明年春天还要拍吗 明年春天现在在看 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说有春天了 对就是有没有这么多的拍卖品 拍卖品没有问题 而且我发现是 非碟早餐 帮我们吸引来了很多 会啊 很多增见的 很多朋友的话就跑来了 他就说 我问他说怎么来了 他说 我听非碟早餐的 这个呢是我说很神奇 就是非碟早餐帮很多人发了财 但是大家都没有发财 好了 没关系啊 开玩笑的 好 那你们见东拍 你们的主力的拍卖品 东拍是这样的 它总共有两个活动 那第一个活动的话 你应该要带你儿子去看看了 现在就已经在展览了 他是有一个三大手稿 在哪边展 三大手稿就在敦南 敦南成平的二楼 OK 他的书区 OK 他这个是我们特别跟台湾 一个很重要的藏书家 他提供了卢梭的手稿 你是念政治系的卢梭的手稿 真的喔 我前两天都在想到他 托尔斯泰的手稿 那个齐瓦哥医师的书稿 1918年的书稿 但是1958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1948年 他的小说才开始在写 写了四章 打字的稿子 就那个藏书家提供 我们就放在成平二楼的书区 在那边展览 但这个是不卖的 这个是不卖 这个只是展览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手稿是非常珍贵的 OK 这个对我有吸引力 卢梭了 卢梭他那个是在论女性主义的 1751年的时候 卢梭对我们现代人来讲 对我们这些 现代人的启蒙过程来讲 就是一个比较 真的像是忏悔的忏悔 大部分的 尤其是政治人物的忏悔录 基本上面都是宣传品 所有的忏悔录 几乎都是在自我辩解跟宣传 这就是一个自我合理化 把自己所有的错误跟犯罪都合理化 都谈不上忏悔 所有的忏悔 他都是另外一种的行销 那是可以参考一下所有的忏悔录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拍卖 那拍卖的话预展就是明天 播出的时候就是明天就开始了 明天下午一点钟就开始了 那这一次跟今年年初比 差很多 今年年初300多件 这一次580件 有啊 我看了一下 第一个你们的 你们的这个 这个就是说呢 手册印的非常的精美 那我就看到今年的量很多 今年的话是流水席 因为陈炳敦来 我们说是24小时营业的 所以我们就办一个流水席了 从早上10点 可能要拍到晚上12点 所以今年拍卖时间就很长 会很长 而且这中间的话 就是大家随时可以进来 随时可以进来 你就进来拍吧 你看到你想要的东西 你就可以买走了 可是你们 你们往年的 要进场拍卖 都要保证金吗 要保证金 今年保证金整个降了 今年年初的时候是2万块 现在只要6千块就可以了 只要先缴6千块的保证金 你就可以买牌了 买牌你就可以去拍卖了 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缴保证金 什么时候买 现在就可以 现在就就可以 那跟谁 你到预展的时候 预展的时候 你到现场去也可以 那跟谁缴 跟谁摆 你就直接上网去看 你就跟我们买 然后就会有一本图录 你看了图录 你要买哪一些 你就可以了 然后去缴个保证金 所以在网路上面 你们有官网 有 我们有粉丝专业 所以打清风室有拍卖会 OK 就可以进到 Facebook的粉丝 粉丝专业 对 到粉丝专业上面来讲 就可以缴保证金 就可以缴保证金 就可以跟我们联系 但也可以看到电子图录 就要网路上面 先看一下你们展品的 看展品 那你有兴趣就买牌了 就可以来 因为可能很多人 对拍卖的程序 不太了解 我要请于头再讲一下 就是说要缴保证金 没有缴保证金 你即使到了这个现场 到了现场的话 你也没有办法 举牌 举牌 你只能看 但是我如果 我可不可以 就是说 比如说拍卖会的当天 你们缴保证金 有一个deadline吗 没有 就当天 在拍卖完之前 都OK的 都可以缴保证金 就可以买牌的 但是我觉得 你应该是要 是这样子 就是拍卖的话 预展很重要 就是因为你要去看到 看展品 先看食物 对 因为你拍卖的那天 你看不到食物 它就一件一件一件 一直过去了 那你要预展 就是明天 后天来看 看你想要的东西 看看是不是合你的意义 那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当场缴 缴保证金 然后买牌子 然后礼拜天就来了 礼拜天你要算一下 如果你大概是300号 你算一下 大概什么时候来就好了 这跟去看医生一样了 这一次要看看医生 对了 你看医生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挂 你就开始很伤脑筋 你有时候怕你晚来了 有时候你可能早来的时候 你要等非常久 但是没有关系 就拍卖会你早来的时候 你可以看看 因为每个品味不一样 那有的时候你看展品 你不见得能够看出门道来 有一些的展品 也许你没有兴趣 但你可能别人非常感兴趣 因为别人 所有的这些的古物 其实他都需要一些故事 需要一些想象 除了古说时间以外 除了他的量以外 那最重要的是说 每个人在解释那件古物的角度不同 好 那因此你可以去看看别人 为什么会钟情于某一些的拍卖品 而且最好看的不是 最好看的是很多人在抢一件东西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一次 有一件董桥先生写的小风景 他在上面有提了 那个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很多人来问了 而且他们都要来抢了 你会看到那个抢的过程是非常非常有趣的 我觉得跟鱼头比 我就觉得我好妥 不会啦 会啦真的会 我们是不一样区域的人 真的就是 我每次看你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都觉得 第二我都不懂 我对于这些版本 我真的就是毫无概念 但是当你们办拍卖会 我才发现说 哦原来原来有这么多人 其实他们对这些的古书 对古书的版本 那对于对古书的价值 如属家争一般 你特别是书 老实讲书啊 你先不说版本 你好歹要对那本书要感兴趣吧 你你读书 我知道你读书的 你也是对书有兴趣啊 我读过几本书了 我读过不少书了 不要客气 我读过几年几年书 现在读书的时间少了 现在大概的 大部分到我手边的书 只能够用略读的方式 不过因为你们的拍卖品 当然都一定有一段时间的历史 这些书呢 几乎有很多都是都经典的 经典的刊物了 是啦 对经典的书的时候 它才容易容易有 有那种参与感嘛 如果如果 你想如果那本书 我根本就没读过 你说我要产生感情 大概就比较难 好那你说今年 今年的话 今年 重要的产品 重要的产品 其实为了配合产品 我们今年最大的特色 除了时间长之外 最重要的是 580件里面 有一百多件的东西 是新师 战后台湾的新师 战后台湾新师 是在华文世界里面 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们的那些新师师人 从亚璇 济璇 洛夫 张默 周孟蝶 商勤 然后那个秦子豪 这些人 到现在为止 中国大陆 或者是华人世界里面 讲到新师的师人 还是都是 为什么 你既然是新师 总是一种的 白化文运动之后 才会出现的东西 那白化文运动 从五四谈起 它终究是从大陆 从北平那个地方 所发动的一个 你可以说是文化大革命 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我认为五四是中国现代史 上面真正的文化大革命 那为什么会在台湾 反而开花结果 我觉得这个就是要讲到 1949大江大海 从那个时候来的 一大批的人 来的一大批的人 他在台湾的话 白化文并没有 或者是说 有关于新师这件事情 文艺的话 应该要为谁服务 这件事情 没有被太多的压抑 写新师的话 始终的话 是一直都是很平稳的 在成长的 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的话 是人人都是一个诗人 每个人心里面 都藏着一个诗人 那你整个大环境的话 大家都写 你看 你如果要写最简单的 不是写古诗 像张大春那一种的 比较难 真的 讨厌 可是写新师的话 你年轻的时候 能到你没写过吗 没有 告诉你 我这方面的本事 超超级超级差 不要说写古诗 写新师 我觉得都很难 所以我每次看到 看到那个 看到一些写新师的好手 你看我们念高中的时候 好吧 不管什么建宗 建宗青年 富宗青年 对不对 你看那些的文 文青 写新师的很多 当然 当然 那都是一等一的好手 那会写的就很会写 写的很有感觉 那不会写的 那个就是 就是真的是 为我 为父兴师 强说仇 那个实在是太 太勉强 也太丢人了 可是都能写 你看像这一次的话 有几个人的话 我们现在都以为说 他就是写作的 可是我看年轻的时候 都是诗人 比如刘克湘 刘克湘出过诗集的 他现在后来是写动物文学 然后写那个男人的菜市场 年轻的时候他出过诗集的 林昌生你知道吗 我晓得 以前的统一的总裁 对 但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文青 他还办过一个杂志 叫草原 这次也有来了 就是他总共办了三期 他爸爸给他的创业基金50万 他去办了三期 然后把他画广广 然后就没了 从此以后就 就那个专心的 就去做他的生意了 可是那个是 是我觉得台湾文青最好的榜样 最轰轰烈烈的时代 那个时代可以把50万烧完 那个时代民国50几年 50万 买房子都有剩了 他就那个了 而且他也写诗的 然后你看洛宇军写小说的 他也出过一本诗集 戏的故事 这次也有 然后七等生 他也出过一本诗集 然后再不要再 不用讲那个什么罗志成 罗志成 阳渡 什么下雨 阳渡 很多人的诗集 通通都在里面 好 那这个呢 清风四有 2019年的台北古书拍卖会 这个家营厂的这个拍卖会 跟成品的敦南店即将要打烊 是有关的 那也纪念了前两年呢 因为心脏病嘛 过世的 吴清有先生 那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继续请呢 这次的扫夜工坊的创办人 傅月安 那清风四有 2019年的台北古书的拍卖会 有哪些的重要的珍品 这才是重点啦 那请这个傅月安 那请这杜鱼头呢 介绍给大家进广告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龙 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那来帮杜鱼头 来卖他们的古书 那清风四有 2019年台北古书拍卖会 那今天节目播出之后呢 明天开始呢 办预览 是 明天下午一点 明天下午一点钟开始呢 在敦南城 成品 就他们的艺文空间 地下二楼 在地下二楼呢 开始呢 办预览 所有的展品呢 在那地方预览 你如果参加拍卖 当然除了交保证金 6000元的价格保证金 今年因为展品很多 那把这个的 就是说保证金的 这个价格降低 那最终预览呢 明天开始 那正式的拍卖会呢 会是在这个星期天 29号 上午10点到晚上的几点 10点以后 所以最最少12个小时的时间 用流水席随时进来 你想参加你随时进来 那拍到你的东西 或者你要再拍别的东西也OK 是 OK 好 那这次呢 有500多件的拍卖品 对 我们从 我们挑几件贵的 让大家知道一下 它的quality好了 你刚刚 你刚刚 你刚刚讲的 来最贵的 我觉得最贵的是 最贵的有一个50 起拍价 其实它最贵的要看它 第一个 看它卖不卖得掉 然后 看底 我们先看底标价 底价的话 不是不能讲的 但是它的起标价的话 就是知道了 它起标价是52万的 52万在第一几页 在第50页 第50页 这个叫做伦敦花卉 它是三大册 那一册的话 大概一个桌面了 这很漂亮 很大一本的 这很漂亮 那这个是18世纪的时候 英国 日本末国 那时候他们是最强的国家了 那最强的国家的话 伦敦的话就兴起了一个 他们是盖植物园 盖花园 把所有的植物都引进来 Botanic garden 但是有一个人的话 他是反其道而行 他觉得伦敦 他自己本地的 花卉本地的职务 就是非常重要了 所以他花了很多精神 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 去做了这三本书 这三本书的话 他印刷 他是用 同版 当然是用同版手工去印刷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他找了四个插画家 帮他手工上色 每一页一页的去上色 我记得我在哪里看展览的时候 我在国外什么地方看展的时候 看到了这种 比这个更大的 就是他在那次看展 他告诉我说 导览他告诉我说 在欧洲的大概的 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 有一股就是说这种的 手绘植物的蜂蜂 包括很多探险家 甚至像达尔文 达尔文那个时候也是一样 他到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的照相机 那用针笔 对他们都是用画的 那这种的手绘本 其实你今天看的 都非常漂亮 每一张其实都是一张的针板画 对而且最重要 他就还要去上色 要他的笼带 要调试的非常好 那这个是号称 英国里面的话 最出色的图鉴之一 这个其实是在束缚笔 在加斯德那边卖的 这次也是有藏家的话 他愿意提供给我们 为这个拍卖争光 就跟那个摇篮本一样 摇篮本的话 其实也是舒服比他们的等级的 OK 那这三本 他里面是 他里面是硬的嘛 对不对 但是是手工上色的 都一笔一笔的 去把它描上去的 那他的硬量也不多 那台湾的话就是有了 就三册是一套 三聚册是一套 是一套 那起标价是52万 其实跟古董界拍卖来比的话 这个根本拍不上去的 对我问个笨问题 那你们预估他的 他的就是说德额标价 大概会在多少 这个不知道 要看来的有多少人 听说有一个爸爸想要买去给他女儿当 假装 生日礼物 生日礼物啊 我听了我就想说 哇 这个也太 这个也太那个了 但是这是 太看不起我了 这是有成 有成来讲 我就想要 给你女儿当生日礼物 有钱人真的而已啊 女儿的生日礼物 那传出去我们要怎么怎么带孩子 好然后呢 除了这件以外呢 还有一个是那个成品 因为成品真的很有诚意啦 他们就是提供了一批的 黑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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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CD啊 这黑胶唱片啊 这是黑胶唱片 限量的 OK 都是全球限量300 全球限量250 全球限量150 OK 这样子的 那他们是专门 这个是国外 他们专门找演奏家去 去演奏 重新在录音的 然后在限量发行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少的 而且他的起拍价 当然起拍价也就比较贵了 有4万有3万有2万的 黑胶唱片啊 那这个大概就是 就是比较小 小众 因为现在家里面 家里面很多家里面 现在连CD都没有 是啦这个是发烧友 对就是你真的就是要 你自己要能够play的人 可是黑胶 黑胶的话 他是有一批玩家的 主要是要把这个 我当然知道 把让这个消息要出去了 透过飞碟找餐 要不然的话 有这么好的东西 没办法接触到 也等于零 那像刚才那本植物图件 台湾也有这一种 专门在收集植物图件的 可是 网络时代就是这个样子 你没有办法 它去到达等于零 好对了 黑胶你要有 黑胶就我们传统讲的 曲绊 就是用刻的 那这种的曲绊 你要有这个 有播放器 播放器现在有很多的 要喇叭 有的还坚持要用电晶体的 OK 那那个当然是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品味 那玩黑胶 黑胶唱片的人 除了当收藏品 当做是某种的古董 或者是艺术品珍藏之外 大概也都是那种的音乐 某种的音乐的 很原始的爱好者 就是喜欢听那种的 唱起来是有点 有点沙沙沙的那种声音 对不对 它最主要的是 是这一批东西的话 它全部都是 它的限量是全球限量 所以它在发行的时候 就是哪一个国家几片 哪一个国家几片 所以台湾的话 刚好就分到这些 因为全球的喜欢这种的人就很多了 那当然欧美 日本这个是主力的 他们可能会分到很多 台湾的话就分到这些 然后陈炳 跟他们游说了半天 他们就把它拿出来了 OK 好 那所以 那这一批的黑胶唱片有多少 这一批有 我看看 有十几片 OK 十几片 从编号的196开始 到 208 196到208 OK 好 再来呢 再来的话 我们 我们刚才讲了十几 再来的话 我们有踏片 这个踏片是这样的 1949年的时候 有一个台大的教授 他就来到了台湾 就从大陆来到台湾 他是教理工科的 那他家里面留下来的 他带过来了 那带过来了 经过一代两代之后 小朋友对这个都不认识了 而且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要给 对这个有喜好的 那对于书法 练书法 对于悲贴这种很重视的人 所以就把他拿出来拍卖了 那这些悲贴的话 都是远踏 而且是非常非常好的 状况也保持的非常好 那这几年的话 在中国大陆正是踏片 踏本的话 最红火的时候 所以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的话 是为了这个专程而来的 我现在看到董桥的小风景 你有看到小风景 对看到南宫婆的天宝贵妇 那个是有签名的 对那个签名 所以我才会特别的 特别看一下 川端康城的古都 那个也是限量版 对我现在就是我突然间 突然间终于注意到了几件了 你懂的 我不能说说懂了 不过就是突然觉得得到了一点点的感应 那因为这次的这个展品 非常非常的多 有500多样 那除了刚刚讲的这几样之外 除了你刚刚讲的踏片 除了这个 这个就是说的黑胶唱片之外 那民国 1949年之后 在台湾的一些的早期出版品 好像也不少 对不对 我讲一个你一定有兴趣的啦 民国24年 1935年那时候 台湾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那时候台湾 可是对岸福建 福建省主席叫做陈宜 陈宜 陈宜到了台湾 台湾 来考察 其实是来参观 参观了一圈之后 回去他写了一个叫做台湾考察报告 OK 这个算是很重要的历史文献 福建建设厅 他们那个做的有图 然后有报告 好 那这个起标价多少钱 这个起标价不 两万五 两万五 好 当然这些的展品 基本上面 当你标回去了之后 它不是实用品 它基本上当做收藏 那你就是喜欢 然后 觉得有那个东西在你手边的时候 说的它像是古物一样 但是我的另外就是说 因为这都是大部分的都是 都是纸张印刷的出版品 你家里面 可能需要有一定的空调 然后湿度 其实不用 不用吗 真的不用 最主要的是你 随便放吗 你要像那个 长度鱼都没有关系吗 像那一本那个 《论敦花卉》 就要比较注意一点 你说像那个报告 那个还是一般书可以读 最主要你要常常翻 常常翻它就不会那个了 通风 然后它就不会有长度鱼了 OK 因为我们现场的来宾叫度鱼头 好 来进一条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继续跟鱼头聊 他们今年要办的 春风四友 2019台北古书拍卖会 那今天节目播出之后 明天开始 全面办预览 这个星期天 12月29号 早上10点钟开始 在敦南成品 那开始正式的拍卖 估计会最少拍12个小时 500多件的展品 6000元的保证金起跳 好 那我待会再问一下 最便宜的展品是什么 进广告回头聊 莫安菲的早餐 我是唐江龙 那今天星期四的时间 在我们现场的度鱼头 傅月安 那清风四友 2019年台北国书拍卖会 这是今年的东派的家印厂 那配合或者说呢 为了要 为了要纪念的成品的 这个台北的文化地标 台北的landmark 那它在 在我们这个世代来讲 是共同记忆 但是它即将在明年 明年5月 明年5月 就诸约到齐了之后 那成品的敦兰店 这个呢 曾经伴随几个世代的人的 这种的文化品会成长的 这个成品的敦兰店 要熄灯 好 那他们也纪念了 这个就是说 前两年过世的 吴清游董事长 那办的这个清风四友的拍卖会 好 所以呢 礼拜天的 这个礼拜天的早上的 10点钟开始 那估计会有12个小时拍卖 把这500多件的展品 那拍完 好 刚刚我问了最贵的 还有一些呢 比较特别的展品 那是为了让大家呢 能够更有参与感 因为很多时候拍卖 其实你没有参与过呢 你其实就不太会有那个感觉 所以能够让更多人呢 可以觉得可以共襄胜举 可以进来玩一玩好了 你就进来玩一玩 那除了6000块的起标价之外 你们的拍卖品 比较便宜的拍卖品 起标价比较便宜的 比较便宜的拍卖品 有那个有1500块的 2000块3000块的 那个是诗集 而且诗集的话 我希望小朋友们 因为我们特别把它排在网上 因为小朋友的话 晚上还有精力 那比较重要的东西 是在下午 那现状书的话是在早上 老先生比较早起 那小朋友的话 晚上大概6点钟之后来 差不多大概就 就再等一下的话 就开始拍这些形式了 那这些形式是为了文青而设的 你说的小朋友是多大年纪 文青啦 或者是说 我60岁 我的小朋友的话 40岁以下都算小朋友 对杜鱼头来讲 他的心还是很年轻的 好 所以你说 你说就说的 一两千块的 两三千块的起标价 对 买一本你想要的诗集 那今年呢 今年拍卖的诗集的 有哪一些的诗集 诗集诗人的作品 比较有名 很多是签名本的 你说郑绸宇 OK 你说那个钟鼎文 你说 刚才我们念的那些 通通都有 那个谁啊 那个 文蕊安 杨幻 然后洛夫 济玄 济玄有一堆 他从他的槟榔树 从他的灾星少年 都有 然后荣子 罗门 于关中少不了 于关中的第一本 第二本诗集都到了 然后那个 于关中的起标价多少钱 因为他刚刚刚过世 对 于关中两本要一万块 那夜三 夜三就是杨木 他的水之妹跟花季 都是有签名的 也是第一本 第二本诗集 然后 商情 商情传说中的诗集 梦或者黎明 这是第一本诗集 然后那个周梦迭的诗集 周梦迭的诗集 就 他只要是有 他用毛笔之签的 就比较贵了 那这一次的话 也有一本 十三朵白菊花 也是他毛笔 那一起标价多少钱 那一本好像我记得是八千吧 OK 对 好 这基本上面就是说 这个拍卖会 我觉得他的 他的最新的地方 就是说 不会让你觉得 一听到拍卖 因为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一听到拍卖会的时候 忘了却步 就觉得 那一定很贵吧 那一定像是 沈云聪这种有钱人 才会去的地方 才有资格坐在那边 举牌子 喊价 那没关系 你可以去 去体会一下 你就当作附庸风雅 或者去追求一些 你平常可能在你心里面 可能 偶尔会飘飘过的 一些人 或者说 一些的出版品 在这个场合当中来讲 可以去感受一下 古书一种文化的 拍卖的氛围 好 这个清风四有的拍卖会 2019年台北古书拍卖会 我再讲一次 好 今天节目播出之后 明天早上的时间 对不对 开始做预览 明天下午 明天下午 OK 星期五的下午的一点钟 开始在成品的 地下的二楼 地下的二楼 成品的地下二楼 一文空间 一文空间 开始做预览 这五百多件的展品 它的实体 都会在那地方预览 当然价格 有的落差很大了 刚刚讲的 有的起标价 五十几万 有的起标价 一两千块钱 好 那你可以去看 你自己喜欢的东西 重点是喜欢 因为所有的拍卖品 其实重点是 跟你有没有新电感应 有新电感应 就价值连成 对 好 那你如果没有新电感应 摆在你身边 你可能觉得是累赘 好 那你可以先去做预览 脚保正经 星期间早上的十点钟 开始正式拍卖 感谢今天到我们 现场的杜鱼头 谢谢 好 那有兴趣的 尤其是刚刚讲的 希望能够让大家 更多人可以感受到 这种的古书的魅力 古书的收藏 现在虽然电子版本的 越来越多了 但是我觉得 一本 一本纸本的书 在自己手上的感觉 对自己的看法 对自己的感觉 都不太一样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让纸本书继续延续下去 对 这个是最大的 有不同 跟你做电子阅读 是非常不同的 好 进广告回头新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